美企再一次断供 让尼光男的话变成了现实 不过美企这次太高估自己了 这次的断供将让其得不偿失 发生了什么事 自主产品究竟有多重要 表面上都是对外开发的 可到关键时刻 能不能用完全是对方一句话的事情 类似的例子太多了 英特尔微软听从上面的人说的话 轻轻松松就停止了对隔壁邻居的产品服务 这也应了尼光男院士的那句话 短板一天没有补习 就有一天遭卡脖子的风险 不只是隔壁邻居 美企的又一次断供 让尼光男的话变成现实 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熟悉 在飞马传来消息之前 众多国外软硬件巨头 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隔壁邻居 现在美企又在此行动 二话不说停止服务 封禁账号 不过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这家飞马美企有些太高估自己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本期视频讲的是轮到老美被制裁 大批美企业被连夜驱逐 中企直接断供美企巨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本期视频就带你一探究竟 今天的视频非常硬核 请大家耐心看完 喜欢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加关注 这样既能查看往期视频 也不会错过最新视频 首先让我们谈谈被收购的MWF公司 连WF是一家中国芯片设计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于1982年 它几乎是一家成熟的公司 被称为英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 和一个8英寸的晶圆制造商 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 我们通常称之为计算机的 计算机已经成为生活的必需品 对国家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对于计算机产品 芯片可以成为核心 晶圆是制造关键资源 指的是半导体集成系统电路设计制作过程中 所要用到的硅芯片 因为不同形状近似圆形 所以我们被称为晶圆 晶圆片的质量对芯片至关重要 MWF是世界上第一个 集成粮规和粮规化合物的经典工厂 MWF工厂涵盖了广泛的半导体技术 在制造过程中也优于许多同行 这就是为什么MWS供应市场遍布世界各地 许多公司喜欢他们提供的服务 由此我们可见MWS的重要性 文泰科技企业为什么愿意买它 答案很简单 为了填补高端芯片容量的空白 这并不是文泰科技首次收购外国公司 文泰科技已被收购并安装半导体 文泰科技就顺利地进入半导体行业 因为在当今世界面临芯片生产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谁控制了更多的生产能力 谁就能控制芯片行业的主动性 文泰科技研究发现 这样做是无法得到满足世界经济市场的新品需求 因此文泰科技公司选择收购芯片制造技术企业 这可以通过直接加速国产芯片的发展 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 零WS将对全球汽车芯片产生一定的影响 反过来 等WF切断了美国公司挨打的供应 并切断了idea的芯片 我国终于开始对美国企业实施反限制 这可以看作是国家核心反击的开始 我们为这一天等待了太久 这足以让整个国家为之激动和自豪 通过企业收购 我们了解了这个行业的率和其中的技术 在几年时间里积累了社会很多知识经验分析之后 因WS宣布暂停在一个美国的工作 许多外国媒体表示 美国现在感到后悔 显然已经为时已晚 中国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挑起的国家 起初尽管有许多国家的建议 美国还是感到不可战胜 然而美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 中国对世界半导体技术的控制已成定局 并已成为一种趋势 这是美国从未感受过的危机 但我们无能为力 而对于我们这次MWF宣布断供美国企业巨头之后 许多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 美国坚持华为压制中国半导体 但现在它终于来了 中国不再是以前的样子 现在它就像一只醒着的狮子 很久以前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 当它醒来时 全世界都会震惊 现在中国已经全面觉醒了 我们国家在半导体领域会进一步发展 未来中国的半导体也会快速发展 美国企业现在我们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中国发展半导体正在不断崛起 也成为了大势所趋 有人曾指出 美国想要限制中国的发展 因为他们害怕中国技术的快速发展 让他们失去了国际市场 但MWS取消与初创企业的合作 并不一定是因为中国的收购 也许前WF的转会合作目标 在这个时候做出决定 指责中国 这是太多太快了 我国与美国通过不同 不会出现因为中国政治环境因素 而破坏社会市场的公平发展竞争 因为MWF是英国可以最大的芯片加工厂 及月产能达到35,000片200毫米 美国人强烈表示 如果美国失去合作 这将对美国半导体行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并WF之所以选择出售股票 11月自去年以来收入大幅下降 损失至少1860亿英镑 多年的销售 国内企业为了振兴国内芯片行业 自然要进行销售 另外用WF的带上用APP式高端芯片 这在国内很少见 所以企业收购MW 对我国来说是一个稳赚不赔 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这家初创公司次数的消息是否真实 在拥有芯片工厂后 自然会加速欧洲和美国芯片技术垄断的打破 如果真实的信息是真实的 那么在其首度打击美国官方的邓伦 也是以自己的方式 统治其身体的The Lean Face Supreme 收购MWS的消息传出后 一些人开始焦躁不安 一些外国媒体开始利用这个机会 制造舆论一个接一个的报道 对该项目不利的谣言 甚至导致有些观点还称 这次收购企业将会受到威胁 英国社会乃至欧洲半导体的安全 一些媒体认为英国政府 可以阻止这个项目继续进行 这难道不是胡说八道吗 这些评论也很快引起了英国当局的注意 根据这些报道 英国当局做出了回应 他们通情达理 头脑清醒 说他们不会干涉这个项目 他们不希望英国因为一些反华情绪 而失去一批中国投资 也是对英国安全谬论 回应他们可以认为 这不是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收购文态项目显然是一种商业交流 这都是因为一些评论的指导 让人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事件 这些数据 新闻媒体舆论 也算是我国半导体行业企业 发展上的一个小插曲 美国控制整个半导体市场的错误 常识是不现实的 与其培养更多的人才 还不如努力工作 古人有云 求别人总比求自己好 中国要想彻底摆脱美国对国内芯片产业的全方位封锁 就必须全面崛起 依靠自己的力量 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设备 而不是依靠海外势力 近年来 中美经济贸易摩擦问题不断 美国政府发动各种制裁和贸易战 打压中心 华为等多家中国发展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经济已经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 不能再韬光养晦了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GDP已经达到3000亿元 不到美国经济的10% 但到2020年 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 将达到1万亿美元是美国的78% 美国脑子里面只想着要搞垄断 只有通过自己的利益 谁赚的钱多 他就看不惯 一定就是要让他们自己工作 进入到生意发展中去 如果你不遵循你自己的想法 那么你就会为国家安全打牌 随后是制裁 他们不知道他们最终会得到报应 除了在科技领域对中国实施制裁 美国还在几乎所有领域瞄准中国 以确保其世界霸权 面对美国的欺凌 我们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 不同于美国 中国企业或许在这次的全球奶气断供中 受到的影响会较小 有分析师表示 中国已经突破了稀有气体的纯化技术 气体技术不再能卡中国脖子 早在2017年 我国的华特气体公司生产的光刻气产品 已经得到许多企业的广泛认可 其中就有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制造商之一 阿斯麦 华特气体公司还打破了进口制约 有20多个产品是独立生产制造的 华特气体此前也表示 目前库存充足 有将近半年的量 不止华特气体 中国企业凯美特气也在积极地进行相关工作 进行供货指日可待 而且说不定这次乌克兰两家奶气企业的断供 将会给中国企业带来巨大的机遇